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虽然说现在春节假期基本也已经结束了,不过春节当电影的竞争还在继续中,今年春节当的电影都挺精彩。 主要是你好,李幻英刺杀小说家,是神灵,唐人街探案和人潮汹涌,这五部电影。 不过最后,争夺票房冠军的其实就是你好,李幻英和唐人街探案,其中李幻英绝对是黑马。 反而刚开始,大家很抱有期待的唐人街探案3的口碑不怎么样? 不过你好,李幻英确实是值得的,因为这个电影是在用心讲故事。 而且电影中的每个演员都演得很好,就算不是主演的沈腾,也给李幻英带来了很多的精彩戏份。 而且也有挺多人是冲着沈腾去看的,不得不说沈腾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。 沈腾又一新电影,官宣定当不过让大家觉得很遗憾的,是今年的春节当,没有沈腾自己主演的电影了。 要知道这几年里沈腾拍的电影都有很高的票房,从《夏洛特烦恼》到《西红柿首富》等等,沈腾已经成为了国内的顶尖喜剧人物。 不过这两年里沈腾总是在客串其他人的电影,也是让粉丝们很着急。 不过大家也不用着急,因为沈腾在前两天就官宣了自己的新电影。 他的新电影叫做《超能一家人》,沈腾还亲自发文转发宣传。 我一个小市长能有什么坏心思呢?在这个电影里,他虽然不是男主,但也是个很重要的男二号反派,戏份可是非常多的哦。 从各方面来说,沈腾在这部剧也是有挑战自己的。 《超能一家人》官方已经发了预告片呢,而且也宣布了该电影在2022年的春节上映。 真可真的是,太让大家期待了,虽然这个电影要明年才能看到,不过这期间官方应该是会放出很多的物料的。 《新遭习挑战》非常大概电影讲述的是男主正前,出生在一个叫喀西契克的远东城市,因与家人关系疏远,离家出走。 如今重回故里,只为参加爷爷葬礼,没想到,天降陨石,竟让爷爷死而复生。 而一家人只要在一起,竟能触发超能力,飞天,隐身,大力,不死,的超能力,都有。 另一边,喀西契克邪恶市长齐齐科夫,正向方设法抢夺正前开发的理财神器APP。 于是,一家人团结起来,共同抵抗齐齐科夫。 听起来,还是挺有趣的,沈腾饰演的就是,这个邪恶市长齐齐科夫。 因此他的扮相和以前,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 为了更加符合,反派的感觉,沈腾戴了,金色的假发和假牙。 而且脸上的褶子,也变多了,看起来,更加戏剧性,也更加的,有喜剧效果呢。 不过好的喜剧演员,就是各种角色,都爱可以诠释得了。 沈腾的这个新角色,真的是让人很是期待。 开心麻花老成员,主演而男主,则是艾伦出演的。 艾伦也是开心麻花中,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 而且他的喜剧天赋,其实,也很是不错的。 他,在夏洛特烦恼,修修的铁拳,西红柿首富中,都是有出演的。 特别是修修的铁拳,也是他做的男主。 出来的效果,就很不错呢。 不过唯一让大家,觉得可惜的是,这次玛丽没有参演,一直以来,大家都很希望,玛丽和沈腾,可以再次合作。 毕竟他们后来合作的次数,越来越少了。 但偶尔他们一起做配角,其实也是不错的。 可惜的是玛丽,这次连配角都没做,真的是,有点意难评了。 女主换成了一位,外国,女演员来演。 不管怎么说,还是希望他们,继续合作一次,吧。 不知道大家对此,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评论,发表自己的看法。 和小编一起讨论哦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